好 继续再看到中区的消息了 光复乡吉利坦园区连外道路 经九合局整顿完成了马太安西两岸固体 解决道路路基 遭到河水冲刷的问题 那么光复乡公所配合进行道路改善的计划 获得县政府支持补助了190多万元的经费 来铺设薄油路面 同时进行绿美化 那么乡长林清水就说了 也将尽快发包来动工 来迎接国内防疫降级解封后的旅游人潮 上个月底第九合川局长谢明昌 会同了施工厂商与光复乡长林清水县地会看后 指出赤资近3000万元的马太安西上游两岸固体整治工程 完成主岸三壁掏空的部分 设置苏子坝回田加高加固后 剩下来的道路改善工程 则交由地方公所任养管理 厂长林清水在电话那头受访时指出 经过上次县地会看后 相公所也展开道路改善的规划设计作业 并向县政府争取获得190多万元补助 准备铺设薄油路面 同时进行道路环境的直载绿美化 强化吉利潭园区道路的品质与门面 既然已经设计好了 一定8月2号要花包 想花包就赶快一点 工程也不是很大 应该可以尽快 主要之前应该来的局完成 光复乡及力潭 连外道路前段约5到600公尺长的路段 每年饱受吸水重刷破坏 影响园区以及农产交通的安全 这一次第九河川局一劳永逸全面加固改善后 相公所也积极配合道路的改善工程 尽快发包动工 提供疫情降级解封之后 前来游玩的人车潮 一个安全舒适的道路环境 记者是日蓝光复采访报道